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兰花频道 这个视频聊聊我自己上版的四颗鹿角绝 用了不同方法在这几年下来的状况 最近在巴宁斯看到了一颗原生种 好像比以前降价了很多 便想到了我自己的鹿角绝好久没看它们了 发现一颗掉了下来,幸好来看了 这个视频就是它们的记录 这四颗鹿角绝都是巴宁斯买的小盆 小盆苗分栽上板而成的塑料小盆 四年前第一盆现在长成了这两颗大的 后来的第二盆是这个小的 这应该是澳洲最常见的小鹿角绝 据说能长到九十公分见方 但在我这里四年也就这么大 很喜欢鹿角绝 看着它们的感觉就像恐龙漫游在远古 那会儿还没有开花植物 欣赏鹿角绝就是赏花了吧 最神奇的是鹿角绝的包叶 也叫营养叶或者叫脸的 不管用什么方法上板 它总是有办法长出包叶 覆盖掉前面的固定物 你看到现在这个包叶呢 包的层层密密麻麻的 第一次上板用的鱼线 现在也只能在背后看到了 第二次上板我是用了网袋 这个是第二次分的第二颗 现在掉下来了 可以看到它的包叶也是包得很完整 非常的神奇 第一次上板用了鱼线 第二次是网袋 这次修复掉下来的鹿角绝 就尝试一下用捆绑袋 鹿角绝随着长大会越来越重 还是要绑紧一些 再有呢就是能让鹿角绝的根 更好的浮着在板子上 捆绑袋要避开那个小苗 这个鹿角绝在它上面长了一个小苗 鞋着然后拉紧 从另一方向呢 鞋着也拴了一根固定带 拉紧以后 这个上板的动作就完成了 我完全不担心这个固定带会不会难看 因为它那个神奇的包叶 不久以后肯定会把它给全遮盖住的 再来就是鹿角绝的首叶了 就是像首的形状的叶子 它的整个的形状呢很随意 但分叉呢可以是不分叉 或者两叉或者三叉四叉都可以 这个鹿角绝的首叶又叫做包子叶 繁殖小鹿角的包子呢 就长在首叶的背面 相当于开花植物的花梗 很有意思 所以首叶实际上是花梗 而前面讲的包叶才是真正的叶子 再来看看鹿角绝的生长环境 我这个用捆绑带上板的鹿角绝 已经挂到了 已经挂起来了 和那个实际上是和我的蓝花 就是蝴蝶蓝是挂在一起的 鹿角绝呢 是比较喜阴 但是呢也需要有阳光 所以这个蝴蝶蓝的生长环境 和它呢是很相似的 把它们养在一起呢是很好养 另外我呢因为是天养马路养 我也基本不浇水也不施肥 完全呢靠天吃饭 主要呢施肥我是怕招蚂蚁 另外呢也不想让它长太大 它现在的大小呢就正好 关于繁殖 这种鹿角绝很容易自己生小宝宝 像这个小苗呢 分下来上板就又是一颗新的了 而今天在Bunnings看到的 超级棒原生种 是澳洲另一种鹿角绝 大鹿角绝 它就不会自己长小宝宝 而只能从首页上长出包子繁殖 非常非常小的养起不容易 这就是我四颗鹿角绝上板跟进的分享 谢谢各位的观看 祝大家养蓝快乐 我们下周再会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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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